1600万吗 十万需要费 交的这个花还行啊 目前看的是比较完整的 就看那开的这个窗啊 旁边有没有藏着裂 这种就是裂了吗 多少钱 每个石头都是5000斤斤的嘛 500万嘛 不行 开过家没有 十万了呀 大哥真的充的好高啊 这些的呢 这种荒加率感觉又差了一点了 这种就便宜了嘛 多少钱 200万给你买了 每块石头都差多了 想卖多少吗 600万 就能15000 做个成品出来卖不了15000 红北大额蛋一样的 100万100万 有个300万不要管人家给多少 150万工钱来认一下 给我给5万吧 150万5万有费 60万加率 太干了 太干了 这个不对 肉都是心了 他们砍的水石 特别一抹绿 可惜了 这个地方一条裂过来 看到没有 刚好把这个绿斩断了 取个大件带不上绿啊 这多少钱 怎么还价嘛 算了 可以给高一口加吗 老板你问一下东西的细法吗 我刚给多少来的1万了 1500是吧 加你100万吗 1600万吗 1600万不要超费 吃饭小费 问一下 料子好一点呢 小费可以给高一点的 没关系的 小费不需要写 小费不写 你们就都能买 不但老板看到 1600万 好好问 其实呢 我觉得在缅甸 买这种料子 要么就是不插的 要么就是插完的 明一点的 竟然是稳妥的 这种料子总不对 但是呢 他们价格又会要的高 这种料子没有完的意义 固成太薄了 皮薄了 一刀切开以后里面就是白肉了 但是而且会得对